今天是2019年12月14号星期六 今天稍微起的有点晚 也没有跑步 腿受伤了 慢慢坚持了 跑步这个东西坚持下来说实话挺难的 那么多人都有尝试过跑步 有几个人坚持下来 我这个腿受伤 这膝盖应该是旧伤吧 再养几天我估计下周就可以跑步了 又得恢复五点钟起床 其实最近想到了一个词 就是关于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你要是很难去定义 像认同西方这种价值的人 他肯定就说西方是普世价值 但是这个词也是西方方面出来的应该是 但是对于中国人 或者是朝鲜人伊朗人 他们肯定不认同这个普世价值 是西方的一个价值观 那凭什么你的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呢 这个中文起来其实挺难的 怎么 有一些人呢 他是在就是心里怎么想呢 就是怎么说 就是认为一种价值观 但有一些人呢 他就不一样 他自然嘴里是这样想 心里是这样想 但是他嘴里还不这样说 其实我想怎么能判断一个人 他是不是真心的这个 这个关于普世价值的认同呢 就是看你希望你的孩子 在哪里去上学去哪里去生活 那假如说你口口说说 这个西方的那个普世价值观 那就非常歪曲 根本就不懂形成大家的共识 那我就会反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把你的孩子放到西方去留学 那大部分地方还很贵 尤其澳大利亚这种上学老妈贵了 估计我老妈最后一个学期就快交学费了 应该是就三月份之前就会交吧 那会涨到两万几的最后一个学期 两万五如果是两万五的话 那他一年的学费就是五万澳币 五万澳币的话大概乘以五四万 那就是二十五万人民币 两年就是五十万人民币 这还不算别的 不算我们一家的保险什么的 光学费就是五十万人民币 这两年 那假如说不认同这种家事观的话 这五十万干点啥不好 对不对 就像国内的朋友 每次花钱的话都喜欢拿车打比方 然后去美国生孩子 花了二十万 就说二十多万吧 我也记不太清楚 就说回来以后可以买个奥迪了 估计可以买个A4什么的吧 那时候A4可能也不止二十多万 可能也要三十万万万七了 裸车低配的需要二十多万 我就想 哎 我这样一说的话 我这真的太值了 买一辆车的价格 我就可以 给我小孩 买了一个 怎么说呢 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险 就像买了一个选择权吧 还加上我们一家人 就尤其是我老婆 就生孩子之前 还出去嗨了一段时间 开这个车 这跑那跑的 真的是人生当中很美很美 一段经历 比我买了奥迪A4 要好多了 完了这两年学费 大概也要五十万 加上孩子上学的 这样住房乱七八糟生活费 我估计大概也要一百五十万 所有的加一块 就两年保险什么的 就包括买了一辆小车 就是加上汽油什么的 就是乱七八糟生活 挺高的这个生活成本 好 那假如说送孩子上学出来 肯定比我们这种成本低 你就除以二 也要七八十万 你花这七八十万的话 你不认同 就说普通的家长送孩子留学 这两年至少也要花七八十万 要是不认同的话 那 对 你花这钱干嘛呢 对不对 你七八十万 你待 你在国内 你这不是可以买 宝马七 不 我也不太明白 明白这些豪车的价格 大概 以前看过 看着玩看过一下 也没研究过 是不是 你开出去多有面子 你出来 上学 收这个羊椎干嘛呢 这儿的学校又不是那么豪逼啊 它是那种宽进延出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是 我感觉这是一个判断 一个人是不是来说真心话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 那中国和朝鲜那是好兄弟好邻居 对不对 小弟弟 而且很多人说朝鲜什么不好的 朝鲜学校还免费呢 那你怎么不送那孩子去朝鲜上学呢 为什么还要来西方上学呢 对我之前记得 就有些人就跟我讲过 还有亲戚跟我讲过 就跟我争论 朝鲜有什么不好 就抛除免费教育什么的 这些乱七八糟的说过 跟我说 我说我这 这我就无语 我真的是不想回答 你去争论 你去争论这些常识性的东西 或者是 就 不正自明的东西 它有意义吗 对不对 你要说假如中国和西方的这种价值观 是可以去比较一下的 因为你中国就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当中 你确实是取得了 在经济上 确实是经济上 发展极为迅速 而且人们生活水平也有大幅的提高 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它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牺牲很多东西 例如 就是 某些人权 还有地人权 地人权发展 会更快一点 这无可厚非 还有一些环境的污染什么的 好 好处这些问题的话 因为 至少它经济发展那么迅速 它可以和西方的价值理念 可以去探讨 最起码它有它的好的那一方面 对不对 虽然它有很多副作用 但是当然西方商业文明 它现在发展就有很多副作用 不是说哪个地方更好 我说有我们的理念就是 这个不是价值是什么 你认同西方的这种主体的价值观 但是呢 你同时承认它存在的一些问题 和你认为 中国的这种主体的价值观 和它只是存在一些问题 这样的一个对比而已 那你还是有一个倾向性 对于总的价值观的认同 对不对 好了朝鲜 那朝鲜对比的话 那朝鲜怎么比 这个 你就说什么 学校免费 医疗免费什么的 是免费 那免费的话 他治不活人呢 对不对 医生也不够 设备也不够 你吃还吃不饱呢 你说这 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很虚的呢 他真的也是 有人跟我说朝鲜这样 我记得之前还看过一个 小短视频 讲朝鲜的一个节目 是个雷探长 是什么 也是什么 号称也是个 什么80后 什么不攒钱 那个出去去玩什么的 拍了朝鲜的那期节目 反正我看的不太舒服 我不知道别的观众看的是怎么样 好像 真的是在为朝鲜洗地 但是呢 当我看那小孩 就是那些幼儿园的小孩 拍小孩的时候 就是那种呆滞的眼神啊 真的是让我 就是感觉到那种 很难受 其实你看一个国家 他信不信服的人民啊 尤其是从小孩的这个眼神当中 非常非常的能 就能感觉到 那小孩的眼神 一个个都很呆滞 很讲礼貌 是 那看见来了个人 可能老是教的 就那种实际的鞠躬 我记得有个镜头 也不说话 你说哎呀小孩真懂事 真有礼貌 不是人哪 你养个狗 你也 你也能跟他训成那样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人性的东西 而且 因为园里边的小孩 就跟的是那种 仇恨教育 我们中国也 也有一些那样的 教育从小 就是 就是拉仇恨教育 让你去 记住 我们曾经的屈辱史 我们当年很屈辱 然后我们现在 站起来了 是吧 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忘记 那段屈辱史 我们得 时刻铭记 你甚至 有些小孩 就 就 小孩 就是一种暴力的 一种 一种宣传 一种 嗯 这个东西 我当时看到那个影片 我就有一种感觉 我说 哎 你把朝鲜说的挺好的 嗯 就是 你比如说你在朝鲜男人 你将来如果有孩子以后 会不会把孩子送到朝鲜去上学 是不是 嗯 真的是有一点 嗯 这个 这个 误导观众 我感觉你像 雷探长那种 就 嗯 也出去那么多 见那么多世面 不是那种 嗯 不知道 不知道 这 就是 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人 嗯 当然我也不能随便揣测 人家就 就是有什么动机 什么的 反正我总之来说 我看的不舒服 是我个人的一个体验 嗯 那 那当然了 每个人嘛 看一些东西都会 有一些自己的观点 我不能说 人家怎么样 我只能说 我的主观感受是不舒服的 嗯 反正 那个 那个影片对我来说 看完一次 我就不想看第二次 因为我再也不想看那些小孩的那些 那些 那些眼神 就还有那些 呆滞啊 还有那些就是 嗯 行为方式 嗯 真的不想再看 其实你说起眼神这个东西 有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家里面人视频 家里面人有 有 有那种堂弟嘛 也不是 一个太姨的堂弟结婚 就是 我爱叔叔的孩子 嗯 完了 我 祝福一下 当我视频的时候 一家人 正在那桌子上吃菜 一个个 嗯 就是 看了一下 我都打了一下招呼 我也同时看到了 就是那种 很呆滞很呆滞的那种眼神 就是 你就从眼神当中 你就看不见他们 会有那种快乐的感觉存在 真的眼神很重要 反正 也不是说舔西方 在西方的话 这帮人 他压力毕竟也小一点 一个个 你看 你看那些眼神 都高兴之呢 天天的 嘻嘻哈哈的 没啥 也没啥太大的压力嘛 这个很正常的 天天高兴的 还玩也有 古德猫您 什么的 嘻嘻哈哈的 对我还想起来那个 我之前滑雪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一个香港人 他呢 应该是 是从国内过去香港 小时候就去香港读书 读的呢 也是教会的一个学校 嗯 当时他知道我要来澳大利亚 我们就聊了一下天 稍微聊一下 之前我就 嗯 在前一次滑雪 上一个雪季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滑过雪 嗯 人非常好 而且非常非常的聪明 而且 就是 具有一种 我一直不具备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啊 就是 呃 专注力 他学滑雪 你滑得特别特别好 就就 像我这种 就 就有点K腿 还是他教我 就是怎么把这个K腿 呃 就是 避免一下 不会那么难看 呃 但是真的是有一些改进 人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聪明 而且呢 就是 嗯 他经常还能做 就是我说 我说我佩服他的 就是在滑雪场能捡到手机 他捡到好多手机 都都都还给人家 当然了 人家也不缺那个钱 生活条件非常好 嗯 他的孩子呢 就 嗯 就是他的专注力 对他专注力说 是因为为什么 有些人总能捡手机 有些人总是丢手机呢 我就是那种了 马大哈 这是什么 因为你自己的专注力不够 你自己很难 嗯 让你的就是 灵魂也好 就是精神也好 再跟你身体 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总是 这种神和行 会分离出去 其实我青少哥大 一直想改的一个毛病 但他就不那样 总能很专注 嗯 所以说人就能捡东西 我就是那种丢东西的 所以说呢 就是长成年以后呢 慢慢慢慢理解了一些事情 以后通过冥想 还是真的会好一点 让自己和自己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交流 这也不是什么迷信啊 像冥想这个东西 嗯 就是 每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 就是 啊 休息和和自我交流的一个方式嘛 啊 我就是喜欢冥想 但是呢 有时候 也 也没有就是说 每天都能坚持去做 嗯 但是希望以后呢 就能坚持下来 就像做视频日记似的 我都没有坚持去做 对 是人的一个惰性 但是我就提你大哥啊 他大哥 他有一个女儿 是在国外留学 应该是在美国 完了啊 他是 一个像 嗯 小时候去香港的内地人 现在有香港的身份 在内地生活 啊 经常去滑雪 完了 他就敢去说 哎 美国也 也就那样 嗯 你以为中国要翻墙啊 你美国 你 你上 除了上中国的网 你也要翻墙 还当时我还真没有理解 这些话什么意思啊 就要翻墙 那我 我就 在国外的话 我看看我所有的网站 基本上都能看见 对不对 我 我回国看 但是 什么东西我看不了呢 涉及到版权的东西 例如 一些 就歌曲啊 或者是 就涉及到一些版权的影视啊 我再看 我是看不了 好 那这个翻墙是什么 我还确实看到这些翻墙的文件 你就能翻墙到国内 这些 就是身材于这些便宜 你 你不用付费 你还是能看的 我现在所能理解到的 真的是 就是这样 不然大部分的东西 你像 新浪 腾讯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网站 或者中国政府的一些网站 我在国外 我都是能看的 我只有 是在版权的东西 我都不能看 所以说 我就 我不是说 他那种心口不易啊 就就说 中国好 他很喜欢中国 不喜欢香港 但是那肯定是 像他那种也是有思想 而且也有一定财富的一些 也有一定财富 就那样的人 他不 他 他不是那种 就是无脑的那种人 从小家庭条件比较好 能 他比我还大 他40多岁了 从小就能在香港上学 那得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啊 对不对 我都难以想象 这种 说实话 像我们小时候 别说 别说那个小时候 就我比他想那么多 小那么几岁 就别说那个 小时候去香港上学了 就我长大了呢 能出来留学 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 谁说能留学的话 我就那种眼神 就说 我留学 好家伙了 这个就难以置信 你想怎么会有那么多钱留学 那辉瑞是 1比6 1比7 当时澳大利亚 那辉瑞也挺高的 对不对 美国 美国 反正澳洲统计的辉瑞 比美国还高 狂野发展好那些年了 但是说实话 他不是无脑那些人 但是呢 嗯 那我就想他为什么 嗯 认为西方不好 还要把孩子送到西方去留学呢 嗯 为啥就 不让他在中国上呢 那就 他说孩子学习不好 那个 嗯 就是 就是 就是那时候 他就就听我说 孩子学习不太好 嗯 在中国 而且到了美国以后呢 就说嗯 好像是长大了 学习挺好的 然后 也就相当于 在美国有一次机会 那是在中国的话 千斤万马 过独木桥 你就这 以一个高考 定中身 那很可能就 出于某些 就是很意外的原因 阿渡呢 你两天考试 或者是 头晕什么的 你都可能考不好 嗯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当然了 他 他说小孩就学习不好 好 那你到了国外以后 他变成一个比较出色的人 就是爱学习 嗯 那说明是不是我们这个 嗯 学习 你很难激发人们 就学习方法 是不是有问题 就是教授方法 是不是有问题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哎 那也有别的方面 有理解吧 反正 那据他说 他小孩 嗯 那在国外还行 其实我也认识一些在澳大利亚的 嗯 某些 中国的小孩 在国内上高中呢 就是挺烂 挺渣的 你基本上考不上好的学校 上个二本就不错了 没准备上三本去 好 来到了澳洲以后呢 就 你不能说是学霸 学习非常好 也不挂科 而且还能 完成一个相对 名校的一个学历 世界排名前100的学校 那是不是已经挺不错的了 在中国 那有几所呢 那就说明 嗯 他西方的 他他这个教育 他是一个产业化 当然他这个教育产业化呢 也有他的问题所在 但是总体来说 嗯 就 怎么说呢 就从这些软的实力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真的不是什么强国 如果是强国的话 大家接受教育的权利 嗯 和接受教育的机会 就应该比现在多很多才对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做到 就证明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 所以说说上来说回去呢 我还是就是想从 呃作为一个家长 嗯 他希望他孩子在哪里受教育 嗯 或者是希望他孩子在 在哪里去生活 来判断他们的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那也有可能 哎我那朋友会会是这样 在美国接受完教育 还回中国生活 那这也有可能 但是呢 其实 好多小孩 嗯 出来以后呢 他真的是不希望他回去中国了 有 但是呢 尤其是在美国 你想留下呢 留下的很困难 当然也有一些孩子的话 比你学习好 或者比我学习好 那是 那在好一点的学校 你拿到那个 你进去也也许不是那么太难 但是你毕业 他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你假如说捐点钱啊什么的 利用某些社会关系 中国人也经常干这个事儿 老外也没人也干这个事儿 反正就是 花点钱铺点路 将来孩子就能上名校 嗯 但是毕业呢 不是那么好毕业的 你真要 真正的你要学习 要真才实学 这一点呢 是可理无垠之一的 因为老外这个学校没有那么腐败 嗯 所以说呢 基本上今天讲的呢 就是 验证普世价值的一个方式 也不一定这个理论就 就正确 也可能会有很大的漏洞 只不过是自己 呃 一个想象 然后一个表达 我还是 至少就我自己来说 我是这样的 我认同一种方式 我就去 用这种 自己的认同去实践 去生活 呃 今天没有讲就是 嗯 移民 但是下次呢 我想就是 就是这个话题 我就继续讲讲 关于移民的这些事 什么人适合移民 什么人不适合移民 我不是 会往往这一坐 就喊着 哎呀 墙那个人 你全都出来 你一定要出来 那种地方 你晚出来一步 你 你就怎么样 其实 呃 其实呢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但是即便是这样 也不一定 因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也许以后 共产党他会 呃 一点一点的 放开 呃 言论自由 然后 然后 例如啊 假如说你想可以看YouTube了 对不对 可以接受国外的网站 然后国内的这种新闻媒体 再自由一点 它可能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也不一定 就像 嗯 就像我之前也是 说的 共产党一定在什么时候 就会垮台 因为 你这个 这个 这个经济始终是要崩溃 但是你看看朝鲜现在也没有崩溃呢 是不是 嗯 所以说呢 共产党 他在 嗯 就是 不是说共产党要灭亡 而是共产党这种极权的统治 就我一家 说了大 就是所有的事都都都都都由我来做主 就我指的是这种 嗯 局面将来应该会 就会改变的 他也有可能是 啊 退出历史的舞台 也有可能是慢慢慢慢的 像 呃 国民党一样 呃 衍生出另外一个政党和他 去竞争 什么样的方式 因为去 去 我们去 去去去预见历史 基本上就没有能预见对的 对不对 你像当时在冷战的时候 谁知道 俄罗斯 就就 知道 嗯 九十年九十年代的时候 他就解体了 对不对 这很难很难去说这种事情 但是呢 你像 嗯 如果当时有常识的人会认为 你像美国的这个模式呢 他应该 会比 俄罗斯这个模式 走的更长远一点 走的更长远一点